淡水清水岩祖师庙 庙方在两年前是将庙前的戏台 拆除之后是留下了一大片的空地 最近庙方也打算开放 提供民众的机车停放 就是希望可以让乡客方便 一方面也能够有效的运用空间 淡水清水岩祖师庙 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之一 每年的清水祖师绕境大拜拜 更是淡水的年度宗教大盛世 因此在祖师庙前方 到了假日或者是重要节庆时刻 更是会有许多乡客到此参拜 不过庙方在两年前 将庙前的戏台拆除之后 留下了一大片空地 最近庙方也打算开放 提供民众机车停放 现在也是庙方希望说给大家方便 我们下面这个停车场 是有一个规划 往后可能就是规划好 会正式化格子等等 可能我们尽快的来处理 庙方表示原本在庙前广场 可以让大家停放机车 但是空间有限 而且乡客机车停放 常常会占用到行人路线 或者是影响到庆典活动的进行 因此才会开始先将庙前下方的空地 事半让民众停放机车 假日比较多 但是碰到我们庙里有庆典 我们上面就不能停车 活动我们可能会用到我们的庙空间 所以目前是为了整个大家的方便 就暂时开放 庙方表示目前先续办开放停车 而未来还会再将空间做有效的规划 包括了地面平整 或者是画设停车格 维持停车秩序 而庙前广场也可以同步开放机车停车 就是希望可以让乡客方便 一方面也能够有效的运用空间 记得许多安逸 带小伙传播报道